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我也很高兴 我们节目又可以要向人道歉了 我就是有个事 上个星期五的枪枪三人行 聊到关于山本耀司的话题 我就直接把人家这个杂志 给我们的一个通告 就是有个杂志叫Lance 你听说过吗 对 视觉杂志 说枪枪三人行节目组工人员你好 这个山本耀司一期节目中 涉及使用了五张图片 这些照片均为Lance在东京的山本耀司工作室拍摄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版权申请 且贵节目涂抹logo也未标注版权信息 请节目组给予解释 谢谢 好 那么我的解释就是向你道歉 然后呢 这个很感谢这个杂志向我们提出 所以这个另外网上转发的山本耀司说 现在的女孩都是一副娼妓面孔 这段话是他20年前说的 现在更像了吧 现在对对对 像屏住当下 对对对 就是说我的意思啊 就是说现在做媒体 我们好像很难分辨采用什么 因为都是在网上找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呢 按照电视台的规矩 都是要把这个logo遮掉的 因为他有时候是转转转 你转他的 你有时候不知道第一个来源在哪 所以说我的政策就叫闻过则喜 对吧 免不了犯这种 谁逮着给谁道歉 对对对 就跟我们指出 指出我们就道歉 道歉就跟我们发红包 好 这个道完歉了 现在要说说陈冠希了 陈冠希当年的这个道歉 是比我这个道歉显得更加 有诚意 我这就诚意啊 我这很有诚意 人家从服装到用语都成了当年好像成了一个经典案例 还有很多人搞传播学的搞什么都在研究呢 这个当天是怎么搭配服装的 然后英语那个用词是怎么用的 然后表面当时非常非常真诚的是对待这个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三叶良也讲完的 对对 而且那个表情啊 完全有电影感 对对对 要不说人家都说冠希哥将来要是没这事 说不定现在成什么巨星了 就当时那个 所以他的演技其实是要比同出道的谢霆锋啊 余文乐啊那几个要好一些 演那个吴建道的时候 陈冠希演的还挺酷的 是吧 后来就被集体驱逐了 对啊 你说开除港籍 但是这次呢 我在外国 我突然接到陈老师骂人了 骂谁呢 骂林志玲 我说这玩意 不确实有点城门篓子 你知道吗 咱们可以先看看啊 我先学一学习陈老师的新的作品啊 我们来看啊 你看这英文也是我要学习的 他就骂林志玲 反正这个 后来又发了个中文的 什么 我为什么要骂他 我早警告的 你们问一问吧 你可以说我错 不过我觉得他比较错吧 哎 我跟一个美国孩子聊天啊 最后一句这种句是啊 每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孩子 经常这么讲 就是啊 后来林志玲也有回复啊 他就公开的嘛 每一天我都希望好好的 快乐 快乐不是一种性格 而是一种能力 笑看风云淡 做看云 哎 这是吗 这星云大师的吧 我觉得有编吧 这是真是林志玲吗 这小编找的 啊 是 哦 才能持续散发正能量 起于我 也起于大家啊 林志玲姐姐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其实 还有 还有吗 你说这个林志玲吧 我跟他当然没有这个私下里的接触 也只有这个台上的这个接触 我主持组的节目 我主持节目碰到他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从表面上看来他的这个姿态啊 你没有什么理由讨厌人家 你知道吗 比如他穿这么大高风鞋 我主持人 哎呀 就欢迎那个林志玲 他过来呢 他就哎 想做出一个半跪的一个姿势 啊 握手 他一定要比我低 你知道吗 一定要比我低 然后一说话 确实是 哎 那个文涛大哥 怎么怎么着 哎 我就说举手不打笑脸人 你说 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呢 就说现在人爱说 这人你们就装 你就装 你就装 可是要不装 咱就是三个星星坐在这 对吧 在人类的社会 不装的就陈乱熙啊 灌熙哥 灌熙哥是我们榜样 这个回应应该不是 这个应该是更早期 不是最新的了 最新他已经可能更严厉了一些 他说要 我看最新的消息 应该是说 他要保持这个法律 法律追诉的一个权利 应该比这个严厉多了 他那个法律追诉 应该是公司发的那种声明 对 但是也是应该对 他第一个声明的 不是 第一个就是采访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两个字 莫名 听到这个消息 我感到很莫名 哎 那个那个那个 我相信有个台湾歌 你记得吧 叫什么 莫名 我就喜欢你 对对对 神的爱上你 我觉得这个莫名 两个字很得 这个林志玲老师的神韵 哎 刚才你说 林老师有点装 我没说林老师有点装 我是说 我是说 咱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装 对对对 林老师装的比较好 对不对 不是 人家有的人也不同意 也就是说 你不能把人的境界 有人一直这么高 你达不到人的境界 你就说人家装 人家可能 林志玲老师是 一直是这样 对 他可能天然点 他另外你看 就是我看网上 不是很多人说 他情商很高吗 就包括你说的 这些小细节 都把他视为情商 因为他个子很高 他为了避免让别的特别男性尴尬 对 他每次跟人合影 什么他都会 比如下一个台阶 或者是稍微矮一点 他不给人难堪 包括好像 这个细节还说到以前 中国的北京姑娘 叫什么张子霖 张子霖 说他也是 因为他一米八几 世界小姐 说他不是口碑 也一直比较好 说他的那个细节也是 每次跟人合影的时候 他都要 都不要给人家一个压力 与爱也是 都给人就是 情商比较高的一种表现 这是网上一直公认的 就是眼里有别人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让人舒服 就是干净 你眼里有没有别人 对 林志玲老师 一直是我很喜欢的 而且我老想分析分析 他如何成为一个娱乐圈里边的 模范人物 这模范人物 其实指的是 论天资 歌喉 演技吧 我们可能觉得 也都一般 但是如何评论 他的职业精神 他的这种 哪声哪气 以及他的努力 而且对所有人都有善 来成了一个 就是一线的红星 这方面 陈老师跟你看法 是不一样的 对 陈老师说完之后 林志玲的回应 就刚才印证了我的观点 不娇不躁 不卑不抗 就是云淡风轻 但其实在私下里边 估计已经把 陈老师骂成一坨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那个看见 我又听见一个 我没看 要是说错了 就算是假的 我没看 我听人说最新的 说陈冠希他爸爸 对 今天呢 是吧 我今天咱一看 我也挺一般的 他爸怎么说的 他爸意思说 不要装委屈吧 也是在跟儿子 是一个立场 他爸那 我听说 他说他爸那意思 就是一开始 他也觉得 就是说这个关系 儿子有的过分 不应该脏话 骂他 但是我了解了 事实真相以后 他就说 他说林志玲是 装委屈 对 装委屈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有棋子必有其爹 也是真性情 就是问题是 咱们聊这个low吗 可以吗 可以 李静人 你是主编 我觉得现在 在中国的舆论场里 没有什么low不low 就没有什么 不low的话题 对 是吧 你就是这样的 全民的话题 我们当然可以 当成一个社会观察 但是到底是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对 就是我自己猜测 还是就是 谁上位 谁上角 选不选谁 就这种利益之争 而不是道义 或者是非这方面的东西 咱们假装在行真 行真呢 就是大家这个 这个汇总案情 都是假说 根据我看到的 我提炼出一个假说 就会不会 这个有一种这样呢 就是说 那个陈冠希的女朋友 也要上一个什么节目 这中间呢 有个中间人 不管是中间第几道了 是经纪人也好 是编导也好 制作方的人吧 制作方 是这意思吧 然后可能就是在留言里 就跟他说 最后又又又没让他做了 大概是在解释原因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人在留言里说 是林志玲 对 说他还说了留言 提到三次提到林志玲 然后所以呢 陈家人认为 证据确凿 就是你 对 然后呢 林志玲那边就说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也不认识这个人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好 基本上我的假说 是这么个假说 基本上是这样 陈老师 我觉得他经过了大风大浪 你说他能那么莽撞吗 他要是心里没个底 还是说陈老师 就是个莽撞的 对 我觉得大家第一反应是 一开始看他这样 用词这么激烈 都以为是多大的事 是吧 多大的事给他刺激成这样 得多大的阴谋 把他给刺激成这样 后来等他慢慢 慢慢揭露 就这么点事 说白了 就这么点事 所以给我的感觉 好像陈老师 不是像一个 像你说的 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我觉得像一个小高中生 我女朋友被人欺负了 我得 我得替我女朋友出头 我倒是觉得 至于吗 不就是一个 当然了 当然这个节 上节目的事 可能对他们来说 也比较重要 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吧 所以我也是 对他的反应很奇怪 你的意思说 应该还有更大的 他确实让他承受了 很大的委屈 我觉得要不然 陈老师 他就是一个什么 本身 他就有点在外国 长大背景的这种孩子 这种年 当然我比他岁数大 这种年轻人 往往也较为简单 不是像咱们 老江巨华 脑子里赚那么多道的人 对吧 再一个 毕竟受过那个刺激 受过那个刺激 过后 咱们 咱们这些有识之士 心里也难免觉得想起陈老师 都对他有点愧疚 对吧 是吧 是这样吗 就觉得当时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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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谁 招谁了 对吧 那么他自己也会觉得 你们这帮孙子 没人喜欢我 你们全在看我笑话 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我还跟你们杠上了 是吧 他会不会也生出这么一种 桀骜之性 于是碰到事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 反正我都这样了 我就跟你来直的 或者来横的 这个 这个文涛老师的发言 印证了网友对你的评价 什么 小人之心 正宗之代 就是对男人抱有 无限的同情和理解 这个 对女人还是 这个 我看了 我当时就笑而不语 对陈冠希 我这样说是严重吗 没 不是严重 志玲也是我的爱 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对 我还是站在林志玲这头 没事 第一反应就不管是什么事 他那段英语 虽然我英语不行 但是就给我看傻眼了 就是你一个公众人物在这么多的粉丝量的情况下 用了那么脏的词 真的是一个很扎的一个行为 你有事说事 你那样去侮辱去骂一个人 实际上人家可以一言不合 直接就给你提告了 就告了 这就对了 就是你不能说你因为你占理而你就可以那样去搞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当事实发生之后 我们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真正出错的是中间那个传话的人 是他不让这个什么 他不让 我们往往两个人一辈子成为死敌的时候 是因为中间传话的人 一个不客观的或者不负责任的传话 他有可能撇了一个嘴 或者他表达了一下一个反对意见 直接就中间一传就成了一个仇敌了 你知道就说就这种猜测 咱只能说猜测 本案他有本案的情况 我不了解 但是这种猜测 我碰见的太多了 你知道我不是说什么的 就是咱也不是歧视谁 对你们游户圈 我认为这个内地人 应该说内地吧 对香港来说叫内地人 我因为内地很多从业人员说话不负责任的 我接触过很多经纪人 这种前客 这种噱头 走穴的 这种拉明星的 包括电视台的这种编导 我就跟你说 我有时候就觉得就说这种 为了拉你进来 什么话都可以说 说了什么都可以不算数 然后出现了什么变故 什么都可以跟你胡说 对吧 说他不高兴了 或我们台长不高兴了 或是什么 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广告商 钱没到位 我们就不做 没有依据实话 你知道吗 就是好像说话不用负法律责任 我为什么特别要讲内地 因为我不是说香港人就好 香港人也不怎么样 但是香港人他胆小 他有个法治社会 他我就发现跟香港电视台的谈事 他难听的话 他也当面跟你说 他没办法 因为他做不到 你对不起 你提这个条件 我答应不了 答应不了就答应不了 我跟你说 在大陆这样的 愣敢说 你要多少钱 你十万块钱 我出不起便宜点行吗 你不行 那就十万 那行 最来了之后 最后 对不起 怎么怎么 就五万拿走 那你怎么着 这让我想起了前阵的 曼联队曼城比赛 不是在鸟茬踢吗 把那个草场 本来草场跟菜地似的烂得 其烂无比 然后盖着一层塑料布 人家球队过来看场地 说先别看 我们保护着 然后到比赛那天掀开之后 里边菜地什么都不能踢 我觉得他们的潜在 反正你到时候 你不踢也得踢 我事先不告诉你 特别不负责任的那种 结果那俩对 我就不踢了 结果把球迷 我还有从以色列飞过来的 那个曼联球迷 在体育场那边 都是坐着哭 就您说的那个内地的 我觉得想起了这种 一开始来吧 满口英畅 我这全都没问题 真正的一种 那个菜地 真的就是你觉得 我是觉得是一种 没有被法治社会 沐浴过的这么一个人群 所以你看这次比较微妙的是 就是刚才我们也在 那个私下也议论过 就是说 虽然这个事情 咱们不能说是电视台炒作 但实际上其实 这个等于说这个节目是 应该说是收益比较大 因为先都知道这个节目的名 这个节目是什么节目了 大家都在议论 公安局刑侦 有个重要的假说思路 就是谁得益 你要看整个这个链条当中 谁得益 咱们不能说人 没有正义 没有人 我们也没正义 但是呢 我是觉得 你看比较微妙的 上核心人物就是他们 那他们一直不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就是真的是 在他们中间传话 不知道怎么传的 是他们的 可能这个传话 不是有意传的 对 就是扛塞嘛 一个小人物 中间的不负责人的传话 结果把这节目给捧红了 我们被发奖金的 还是开除啊 这两个 而且呢 你说 但是反过来 我也是觉得 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陈老师 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林志玲来亲手插这件事 你就敢这么骂 我觉得他确实是这个 胆子也够大的 就是你现在 到现在他都没有亲耳听到 就是林志玲去跟节目 我觉得林志玲 毕竟外比较大嘛 说白了 外比较大的人 他我觉得 他不至于直接干涉到 就是说我要把那么 每一个细节 我都要去干涉 我觉得还应该还不至于 当然具体的这个这个 具体的这个圈里 是我不太了解 但我觉得 还不至于 我们村人村妇女吵架 还经常说 你把他叫出来 我要跟他对峙 他如果人们说了 我什么什么话 如果他说 我说了他什么话 我就喝药 就那种的 他还会把这个 双方和第三方 叫在一块 我当面对峙 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 当面对峙的过程 对 但是你觉得 按说咱们都知道 在这个公开媒体上 你得就拿出证据来 才算数 光骂 这力量也不够啊 而且不让有说了吗 说就 就这个情商 在电视剧里 一集就要死了 你以后还在这圈里 混不过呢 谁还敢惹你 所以我觉得他们 就是对 一方面确实是真性情 有一些人刚开始教好 觉得你看陈老师 这真性情啊 这个女朋友受欺负了 我就得八刀相助 但是我觉得 另一方面 不是说骂粗话 就是真性情 你毕竟是公开场合 虽然我觉得 陈老师现在就觉得 我不管你们什么规则 你们也不要把我看成 用公众人物的 那个规范来约束我 我就是我 但实际上 你毕竟还是一个公众人物 在公众人物说话 公众人物说话的时候 你还是要注意一个规范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陈冠希对林志玲的 之前的印象不好 瞧不上 他可能会对 他可能会了解 这个林老师之前的一些事情 但我们都不知道了 我们也不是娱乐圈的 您是娱乐圈的 你可能知道 我知道 他可能会知道一些 话里有话 是吧 具体的某一个事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有罪推定 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 你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的女朋友找我来哭诉 我受了冤枉了一个良善的人 我就把你一贯的印象 我全部倾泄出来 就实际上他骂他的那个词 不是这件事的评论 是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和攻击 我觉得 也对 我都知道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我当年做文涛拍案的 我这个就法治节目啊 我就学会一句话 我觉得呢 到了公共领域里的这个事 哎 道德的评判 道德的评价 我老觉得尤其在今天这个世道上啊 就是透着那么让我觉得不精确 不明白 不清楚 我就特别学会这句话 就是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生 就哪怕不是要打官司 这话也管用 就说你衡量一个事情 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生 对吧 但是呢 还有一个层面 也我觉得也是人与人之间的 很暧昧的一个层面 就是你怎么说呢 你比方说啊 好比说 比如说 哎 我们公司 我想谁都有这个体会 但这东西就是说啊 你莫名其妙 人是有直觉的 据我对你的了解 对 我准知的 这件事情是 你使得好 财富 背后搞的鬼 而且我八九不离十 甚至以我这么敏锐的直觉判断力 我的判断很少有错的 百分之百就是这孙子 你知道吗 就是没错的 我跟你说 生活里无数这样的 每一个厂里都有这样的 你的判断没有错的 这个勾心斗角 哪儿都有 我没说林志玲 但是我听过 讲讲柜台 不光柜台 盖莫能外 亲爱的 我盖莫能外 我老是说 我是怎么 这个社会 现在开始拿明星 当什么道德楷模 明星是演艺人员 他的专业就是这个 但他没有任何的训练 或者没有任何的经验 或者是说什么 他会注定比我们普通人道德就要高多少 对吧 当然他高 我们可以佩服他 但是他不是必定的 所以我是说 而且尤其是这个名利圈里 我听过的这种明星之间 为了上个戏 为了挤走谁 为了男一号 女一号 这个背后 我跟你说 这个肮脏丑恶 甚至我觉得不单中国 整个亚洲 甚至可我估计好莱坞我不知道 对对对 哪也免不了 那不是吗 像麦当纳 人家纳节 人不都是公开的吗 自传都写了 那就是一路上 对 那就一路上睡过去的 人家自传都这么写的 所以说呢 要不说咱们这种节目 就是高达上的节目 单单谈陈老师跟林志玲的关系 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说 类似这种现象 实际咱们生活里都会遇到 那么你该怎么看这种事 他们俩是他们俩的事 但是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 你就明知道是你哪个同事在背后搞鬼 明知道这是个小人 可是呢 这种事情没法打官司 对吗 告怎么告 有什么证据 没证据 那么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各种人不同的性格出来了 有的单位里比较满一点的人 那可不就给你当面 就给你拿菜刀就找你去了 现在就是你 一点错都没有 真的有拿菜刀的 有啊 我过去单位里就有啊 对着你就 这很奇怪 你知道吗 这闹大的法庭上没有证据的 我听说是中国社科院一个研究员拿着一斧子找了另外一个研究员 批的 但是呢 那个我觉得是一个有一点好人和坏人之间的 被追的是李泽厚老师 那这个不不经确认这个是很好多年轻的 谁追李泽厚 对 钱中书吗 开玩笑 对对对 对就是你知道陈老师这个事让我觉得有普遍意义的点在这儿 就平常生活里啊 你经常看谁不爽 也许你是对的 也许你猜对了 也许你猜错了 但是你该怎么办 但是要是叫老实人呢 咱就要想事实为一具法律为准生 很多事就只能哑不吃黄连 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对 确实每一个人的性格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反应不一样 首先就是不可能一个人你在哪个地方都受欢迎 人和之间确实有一种很很莫名其妙的气场 就是有的人喜欢你 有的人就不喜欢你 我觉得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对你都是持有证明态度的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这样 那我认了 如果你对我不好 而比如说比你权力更大的人采纳他的意见 那我就我不在你这做了呗 你既然不认同我 我没必要祈求你的认可 那我就我要是比你能力更强的话 我就转身走 我到我一个更认可我的地方 我不去跟你纠缠 我觉得是这是一种态度 还有的人我就是 我就跟你认为搞坏的人 我去跟你死磕 这是另外一种态度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遇到的事情不一样 他那个性格不一样 他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这正好忽用了文涛老师对陈冠希最开头的评价 理解陈冠希 就是理解他的行为的一贯性和他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合理性 不是他经常在微博上这几年就跟那些个调侃他的一些 你骂我我就骂鬼头 魔头骂你啊 这个恕中止啊 他第一件就这样 但是这次怎么捡上那个林志玲是反正没想到 林志玲一贯是谁都不得罪是吧 就是人还是对人都是很和气的 但是陈冠希可能的自我认知自己是一个很耿直的人 他越是对于有一点点看上去他认为的伪善的人 因为他自己已经被认为是真小人吧 就是说啊 已经没什么伪装可以伪装了 他就会觉得那些你们这些好人 我全都知道你们的底细 是吧 谁惹着我了 我挨个尖啊 那也许以后的爆炸性的战斗力 他还在后边呢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起咱们文道来了 就是我觉得文道也挺有意思 他现在对这个内地大陆的情况比较熟悉了 过去刚刚从香港来到大陆 他都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曾几何时咱们的这个文化界兴起一种风潮 就是我流氓我怕谁 是觉得啊 这种甲崇高啊 伪君子啊 太讨厌了 人就是真实 对吧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你 想骂打劫就给你骂打劫 对吧 但是他就觉得 他说那 那难道装吗 难道说跟人说话客气一点 难道说不要说脏字 也是一种装 就是伪君子吗 难道说我对你有意见 很恨你 我自己忍一忍 我跟你好好说 难道我就是压抑了我的真性情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网络一个问题 真的就是把一种错误的方式当成真性情 我是很感动 你看现在有一些公众号 杜哲什么大V啊 其实都是靠骂人 骂了就不上V的 而且那里面机器出鼠 有什么 不愿意 是 不是 总 是我 是 是 你 是